在刚获得教育奉献奖的基隆篮球推手王炳基老师开球下 由立法委员蔡世英与金融市议员张浩瀚等人组成的Galangina队 跟名传国中篮球队球员对戈斗牛 为了协助基隆基层篮球发展 三间金融市体育会篮球委员会主委的蔡世英 特别举办运动爱台湾五对五篮球赛 从8月6号起一连11天赛事 在安乐高中 基隆三宫 正兵国中及建德国中轮番登场 拿下冠军的队伍将有机会与T1联盟 台皮英雄队进行公开表演赛 这一次我主委副主委还有要请我们的国手 一起来参与来做代言 就是希望在疫情过后 基隆的好朋友们喜欢篮球的 大家都一起出来打篮球 那基本上基隆传统来讲 就是我们台湾各县市的篮球强队的一个地方 很多基隆的学校培育出优秀的人才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这次的活动会有更多人来参与 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比赛场地还特别分散 那我们期待说让大家不会觉得说长期以前都在某一个地方打得比较远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除了这个活动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暖暖杯 也在下个礼拜就要开打 那这个地方也是欢迎大家参加 那最重要的是FIFA的篮球比赛 那这一次FIFA在台北开一个计程会 我有特别代表基隆去参与 那也期待FIFA未来在基隆有更多的活动 所以他们决定今年在FIFA的重要赛事 也会在基隆来拉到基隆来比赛 担任篮委会副主委的基隆市员张浩瀚林敏勋及同志委也共襄胜举 期盼透过举办更多比赛 让篮球爱好者有机会切磋球技 基隆在这过去数十年当中呢 有产生出了非常多的一个篮球的国手 包含林志杰李启毅 其实代表了基隆其实是孕育我们篮球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摇篮 那这一次特别与基隆市篮委会 来举办我们的基隆区域的五对五的一个对抗赛 那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篮球活动 能够让我们的社会体育能够持续来做一个推动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次运动爱台湾的这个篮球委员会的计划 然后来举办这个篮球比赛 那除了让大家可以爱好篮球打篮球的这个朋友 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通常竞技切磋一下球技 那以球会友 那其实打篮球是很快的事情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让这个这份快乐继续延续下去 高中时是基隆山工篮球校队的直篮球员蔡健宇 也勉励学弟们要持续努力精进自己朝目标前进 以前也是读过基隆山工的学生 希望大家在不管是什么运动或是篮球 持续保持努力精进自己去追逐基督目标 据了解五对五篮球赛目前社会组有20队 老马组8队及机关组5队完成报名 接下来包括软软杯篮球赛以及V马篮球赛 将陆续在基隆登场 爱打篮球的民众可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